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接触了一些大陆企业家 其实都非常反共的 他们 其实因为常常跑海外 也知道外面怎么回事 他们是不容易被这种洗脑的 不过在大陆这样子 你说这种黑社会 你是没办法保持中立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像《雪红土地》作者譚宗 他本来在大学教书 后来就是去采访以前经过土地所谓土改的人 他看了种种残暴的罪行 他都不能不写出来 他写出来之后 十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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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被逼着跑到海外 对 所以你现在在大陆 你如果是不认同他 通常你会受到逼迫了 像我比较熟的这些 都是跑到海外 对 那留在国内的 他其实也没什么选择了 我想 因为共产党他都很厉害的 所以现在 共产党我觉得对中国最大的危害 就是使得他没办法走入 现在的文明 对 我记得那个 这个二十世纪的日本人非常崇拜的一个管理学者 叫Peter Drucker 比特杜拉克 我想日本人都把它 对 书都 我也读过 有效的精英词 那么他就 讲一个我觉得印象深刻 他说 所谓现在文明的社会 是个机构化的社会 就是说 institutionalized society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制度 一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机构 比方说大学是个机构 那么教会是个机构 比方说你这个什么律师工会 比方说这个 各种政府 各种机构 他都是能够自主管理 然后对这个社会 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 稳定性的力量 这个就是机构化社会 你没有这些机构的话 你一盘散沙 所以说 那么这个机构很重要 可是中国共产党 他是有意的刻意的摧毁所有的机构 只有他一个机构就是党 所以说你看那个 企业里面我加党书记 比如说政府机关 所有单位 像连那个庙里面 你信佛抢经都党书记 你说那个庙里面 我看有些庙里面 早上起来升国旗 那他就把所有的机构 全部破坏 所以这是用病毒来看 病毒通常就是说 他侵犯你的器官 找寄生之地 是 那么你如果 比方说我们这个冠状病毒 侵犯我们的废 对 我们其他地方没有被侵犯 对 我们还有机会复原 对 可是如果病毒呢 侵犯到每个你的器官 你就没有办法复原 你没有办法复原 所以 中国共产党就是用 他这个病毒啊 侵犯到所有的这个机关去 是 那你没办法建立一个机构化的社会 是 所以你 这个很可怕 所以说这个共产党对中国人 中华民族 它是造成一个这种巨大的破坏 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让我们为这个 这个 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感到悲哀了 给他悲哀 不知何年何月 他可以从那个僵尸病毒里面 能够复原 重现生机 真的看不到 对 所以现在台湾就是很重要的 你要给他切掉 你不要再跟他什么那个搞 什么两岸一家亲 什么两岸 血浓一水了 你现在好不容易 在台湾 能够像1996年总统直选 中国千年以来 他就是一个鲁迅讲的吃人的社会 为什么吃人的社会 这个专制的体制政权 他是用暴力 这个掌握政权的 所以呢 他永远相信暴力 你像大陆是维稳经费 比他国防经费多大 管老百姓要管死死的 对 那台湾非常幸运 1996年我们直选总统 台湾是有史以来 中国几千年历史里面 头一个真正出现的 老百姓当家作主的一个国家 民国 对不对 以前大陆讲什么 共和国是假的 他的共和国有没有宪法 有 写得很漂亮 尊不遵守完全不遵守 对 他就是指 没有国法 是相信邦规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黑社会组织 所以台湾 是几千年来 第一个出现的一个民国 真正民放在国之上 以前所有的是家放在国之上 比方说这个汉代是刘家的 那个明代是朱家的 这是家放在国之上 大陆现在党放在国之上 真正民放在国之上 就是台湾 所以我们现在的台湾是公民 在以前 你在中国漫长历史里面 你只能做 要不然你就是做 你就是做皇帝家族 要不然你就是做他的英权 所谓成功 成名 那民是奴 就是只有两种就是 就是它是组子 陈 叫什么奴 你不是陈就是奴 陈就是英权嘛 就是替这个 替这个组子来 来管控 这个奴 底下这个奴 就是大俄 你看满清剧 第一个是什么 见到官员奴才是什么 奴才是什么 是奴 所以真正 台湾1996年之后 我们是民 我们是公民 对 那这个是 其实惊天动地的 是 所以台湾人一定要珍惜 你公民什么意思呢 公民你是顶天立地 是 抬头挺胸 是 你是站起来做人的 是 你以前这个陈恩奴 你用什么 半跪半蹲半趴 你是没办法景天立地的 所以说台湾人一定要珍惜 自己这个公民的身份 对 所以这个就是 那么 那么这个 有这个公民身份 对这个 共产党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就是说你流氓的话 流氓会规定 所有的地方 在我地盘里面 所有看了我都得要低头 或者下跪 有人站在那边 还敢看着他 那他感觉非常的不安 所以 所以 台湾变成公民 那么对于这个 这个中共来讲 很害怕 所以为什么1996年 我直选我的总统干你什么事 射肥弹 不许选 对啊 所以你看这个共产党 他的心态 他是让你永远做他奴才的 你不可以做公民 所以台湾今天一定要记住 公民 经过很多人的奋斗 也很多的机缘 还有美国的派兵的保护 你才能够变成公民 你要守住你的 这个公民的这个身份 资格 要把这个公民身份 代代相传下去 你不能让你的主持人 又变成英权 又变成奴才 对不对 这是台湾人 现在人的使命 我认为 是这样